自從我面前有網子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覺得網子怎麼那麼高 我球都彈不過去 又來了又反拍了轉身啊 就是可以過網子之後 就打散了這樣 用一殺用一殺 光是要把球打過網 對吳宇嫣來說就不簡單 16歲身高只有115公分 就算舉起手還碰不到球網頂端 所以每次揮拍 他都要比別人更用力 外寒可以稍微打快一點給他 每一次回擊也都要比別人更積極活動 讓他左右移動 你看你自己挑 就是可能要墊一步就到 可能要墊三步吧 就是速度他會比他們慢一點 因為罹患軟骨發育不全症 也就是俗稱的侏儒症 身材雖然增加體能上的負擔 但並沒有限制他對求勝的渴望 所以羽嫣總是不放棄任何機會 多拍喔 外寒 就像當初媽媽沒有放棄他一樣 羽嫣是家裡的第二個孩子 媽媽黃小娟是在產檢時發現肚子裡的小女兒 因為基因突變造成軟骨發育不全 一開始對疾病的未知 讓黃小娟內心相當不安 後來在醫護的耐心衛教指導下 慢慢接受羽嫣的特殊 決定把他生下來 你看你以前多可愛啊 對啊 好可愛 喔喔喔 來 太大了 哈哈哈哈 因為冷冷欸 相較羽嫣現在的活潑開朗 還會跟媽媽開玩笑 但剛出生時的狀況 可讓黃小娟一點也笑不出來 她在肚子裡面就已經知道說 她有衰腦的症狀 對 那衰腦的症狀 就想說 生出來醫生也是說不是很樂觀 那在大一點的時候 就趕快把她開刀 那時候羽嫣才四個月大 就得承受12個小時的 腦部手術 我都在醫院嘛 然後爸爸幾乎那一個月 都是把醫院當成家了 就是下了班就在醫院 上班也從醫院出發這樣子 出院後黃小娟辭了工作 全職照顧女兒 那不輕鬆的 羽嫣的骨骼軟 頭微大 下半身耐受度差 容易頭重腳輕 加上腦部開過刀 肢體協調能力弱 需要不斷早療復健 一個禮拜幾乎一三五 我們好像只有禮拜三不用去 對 幾乎每天都在醫院 因為醫生也是剛開始有評估說 盡量不要讓他跑 對 然後我在學校的時候 他在新生的時候 我也跟他們的班導師說 盡量不要讓他去跑 然後盡量不要讓他走樓梯 這樣讓他坐電梯 那時候黃小娟只盼望 女兒能夠平安長大 就算這輩子跟體育無緣也沒關係 根本沒想到 眼前的小小人兒 有天竟然會拿起球拍 贏得一個又一個獎牌 扭轉命運 這是非支援的國家巴西得到的獎牌 然後這個是加拿大的 羽球其實我還是會怕 我現在還是會怕 因為畢竟他是屬於一直跑一直跑 對 然後體格方面 骨頭方面我還是會擔心 你還是願意放手讓他去做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的小孩子已經跟人家不一樣了 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奪走他的快樂 奪走他去套出外面的世界的權利呢 給族支持是黃小娟對女兒的愛 也因為當初的積極早聊 現在羽菸除了身高 都慢慢跟上一般人 黃小娟 不要不要不要 這天我們跟著他們一家 回到戲子的球館 這裡也是羽菸最早接觸與球的起點 我記得第一次她來打的時候 有一個哥哥說前面是你的 你就這一區塊 那後面都是我的 你就這一區塊就好了 對 然後羽菸就 好好好 那個時候羽菸才小學五年級 因緣際會 跟著軟骨發育不全協會的哥哥姐姐 一起參加了一場 生長羽球比賽意外奪冠 從此產生興趣 就會有很多人在看 看我打球就說 這麼小的妹妹這麼厲害 這麼會打 比我還會打 加油 好球 看得出來他球犯就很好 連那個教練裁判長有沒有 他們裁判都會坐在高高的嘛 他們就問我說 他有打過嗎 我說完全沒有 我說我們還是前一天去買球犯 對 我們還是前一天去買球犯 然後他說可以往這個方面去發展 黃曉娟知道女兒有天分也想學 諮詢過醫生 確定羽菸的身體還能承受 二話不說 陪著她找羽球教練從頭學 沒有想到才短短兩年 就拿下全國生長運動會羽球銀牌 引起國家隊的教練注意 建議她轉學到體育班 接受專業的羽球訓練 她是算第一個 很病的小朋友去讀體育班 身上的小朋友去讀體育班 她也是第一個 反正我覺得好像第一個 反正都是體頭難 真的 真的好難 那困難在於 一開始根本沒有學校 願意接受語言 我也是跟他們講說 你們願不願意招生 招那個身心障礙的小朋友 他們就說他們沒有再招生了 他們也不想要去承受這個壓力 你知道嗎 他們也是怕 正常人他們要轉進來很容易 然後我知道我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轉進去當然那些困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因為那些 因為那些教練都沒有帶過這些 這樣子的小學 好 你們選十圈了 來 預備 做好最壞的打算 但還是不放棄希望 一間一間學校詢問 媽媽也幫忙找人脈 積極的態度是能打動人的 後來終於找到學校願意培訓語言 但才進入體育班 又有新挑戰 語言 語言 語言再快一點好不好 不要停 那個時候語言已經國中二年級 相較同學都是從小開始訓練 中途加入的她 光是體力就差了一大截 我有就是剛進去小隊 然後都會跟爸爸分享 然後覺得說 那邊的同學都很強 然後都很高 然後就是我的小腿很痠這樣子 她就說 我好累 我全身痠痛 對 我骨頭快閃了 對 然後她說她爬 她早上起來都弄爬的 雖然辛苦 卻也激起語言想要挑戰的決心 為了跟上大家 她每天除了吃飯 睡覺 上課 就是練習 甚至放假也都在訓練 我已經砸那麼多時間 那麼多心 然後這麼多的金錢 當然就是打 要把它打好 多啊 都已經有那麼好的資源了 就打下去啊 幹嘛要這樣做 除了肌力和體能 語言在技術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知道自己身材限制 前後跑動的速度不夠快 那就加強左右的橫向移動 打不出始如破竹的殺球 就想辦法挑球來往前攻擊 就是會想比較多 如何贏 怎麼贏 然後 怎麼去 補自己的缺點這樣子 會更有那個動力 她其實在戰術上面 因為她有比想蠻多的 對啊 就是比如說像我剛剛有問她 你為什麼要打這個點 她說她覺得 她覺得她這一版打不到 所以打她反牌 她一定會打不到 憑著不斷的努力和堅持 她一步步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從2021年開始 接連在國際比賽中贏得獎牌 是最年輕的身杖羽球國手 還準備進軍身杖體育最高殿堂 2024巴黎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在國內訓練了那麼久 當你出去比賽你輸了 你那個心態你能不能把她堅持住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一定要拼才能達到 就大家都為了這個目標 全世界都在為了這個比賽去拼 卯足全景除了想證明球技 也想用自己的經歷和故事 鼓勵其他的患病病友 我們早上邀請別人上台好不好 就算外表身材和別人不一樣 也可以有目標 就算要花比別人更多的力氣 但只要保持樂觀持續前景 也能實現夢想 他們的眼光就是覺得 你怎麼這麼厲害 背著球帶 怕東怕西 畏手畏腳的 那當然一定都會覺得 這個世界都是黑暗的 那如果說你真的能跨出這一步 你有勇氣跨出這一步 你就會發現 這世界不會說 你是你想像的這麼的黑暗 這麼的可怕 就是會有更多不一樣的事物 讓你去發覺 而家人的愛和支持 能夠帶來勇氣 我們是小孩子的靠山 我們是小孩子的後盾 所以我們一定要更強大 小孩子走在前面 如果遇到什麼障礙 他回頭看到我們這個山 他們就會心情 就會覺得說 媽媽媽媽都有在 都支持我 就會一路的走向前 身高不是距離 喊病不是問題 生命的考驗 只要心態對了 再多難關也能面對 救命 到處 啊